在一个悠闲的午后 狐狸猫去小树挖家玩大富翁 狐狸猫刚好走到了死海这格 格子上面的条件写 玩家选择体验不用支撑物飘在死海上 减一千元 狐狸猫觉得奇怪 人可以轻松扶在死海上 但平常在泳池里人都会往下沉 你可以帮狐狸猫解决这个问题吗 小树挖解释 因为死海的水密度比游泳池的水还要大 还记得浮力等于物体排开的液体重量吗 平常人在游泳池浮不太起来 是因为游泳池给予的浮力 小于人本身的重量 所以才会无法浮起 但死海的水因为富含盐巴 所以密度比一般泳池的水还要来得大 在相同的排水量下 死海排开液体的重量会比一般泳池大 也就代表在死海所受浮力较大 所以可以让人浮起来 狐狸猫觉得这样讲很有道理 但是它又没有去过死海 也不可能把游泳池里的水都倒满盐巴 很难想象没穿游泳圈的情况下 在不同密度的水里居然有这样的差异 小树挖为了证明物体所受浮力 会因为在不同密度的溶液中有不同的大小 于是拿了酒精、水和食烟水 三种液体的密度分别为 每立方公分0.8公克 每立方公分1公克 和每立方公分1.2公克 然后再将物体放入不同液体中 结果物体都浮在液面上 小树挖问狐狸猫 在不同溶液里 排开液体的体积有什么不同吗? 狐狸猫发现 明明是同一种物体 但沉入液面最多的是酒精 在水中4只 最少的是食烟水 小树挖称赞狐狸猫的观察很准确 因为物体竟在密度越小的液体中 如果要能够浮在液面上 就必须排开更多的液体体积 才能产生跟物体重量相等的浮力 聊着聊着 狐狸猫肚子就饿了 于是小树挖到厨房 拿了一杯珍珠爱玉蜜茶给狐狸猫 他发现到珍珠都会沉在底下 但是爱玉是浮在液面上的 还记得之前学过密度的概念吗? 密度大的物质会沉在下方 当珍珠完全没入水中后 会继续往下沉至底部 代表珍珠所受浮力小于珍珠重量 而这种会沉在液体内的物质 我们称为沉体 反之 爱玉的密度小于液体密度 会浮在液面上 代表爱玉所受浮力 等于爱玉在空气中测到的重量 此时称这类物质为浮体 狐狸猫还发现 浮体所受的浮力 都会刚好等于物体重量耶 小树挖称赞狐狸猫的观察珍敏锐 就像它说的一样 而成体的浮力大小 则是由排开液体重量来判断 小树挖接着问 那像这样改变浮力大小的概念 在生活中的应用有哪些呢? 狐狸猫知道 就是热气球 之前去看热气球时 热气球一开始会先在地面上 把加热后的空气灌进去后 使气球内空气的平均密度 小于外界空气的密度 当有足够的空气灌入后 此时浮力大于重力 气球就会往上飘 只要在控制火力大小 就可以调整热气球的高度 而除了热气球以外 潜水艇是透过改变重量大小 来控制深浅的位置哦 潜水艇的外壳有一个空水槽 当海水进入水槽内 潜水艇的平均密度就会提高 进而使潜水艇下沉 如果希望潜水艇浮起 则需要将水槽内的水排出 另外 还有鱼能悠游在不同深度的海水中 是因为鱼体可以控制体内的鱼镖大小 鱼镖是一个气囊 可以改变鱼的平均密度 当气囊膨胀时 可以增加鱼的排水体积 进而让鱼受到的浮力变大 所以会往上浮 狐狸猫也想到 所以如果发生船难 使用救生衣时 需要将救生衣充满气体 透过增加浮力的方式 使救生衣在水上能浮起 小树蛙赞美狐狸猫 脑筋动得真快呢 两人就在欢笑对谈中 度过一个悠闲的假日 接下来 就由狐狸猫来为大家复习今日重点吧 当物体浮在不同液体的时候 因为液体密度大小不同 所以浮在水面上的体积大小也会不同 接着是乘浮体的区别 浮体是物体密度小于液体密度 物体会浮在水面上 此时浮力等于物重 而沉体是物体密度大于液体密度 物体会沉于底部 此时浮力小于物重 最后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 缘游会到了 狐狸猫想要卖建层饮料 分别找了三个素材 以下按照密度由大到小排序 乳酸饮料 柳橙汁和气泡水 你会建议它怎么调配饮料 来产生建层饮料的效果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讨论你的想法哦